想把写字的红布剪下来应该如何做? 问,这位同修母亲六年前生病了,有个通灵的人用一块红布写出她过去九位亲人的名字,以及狐仙、蛇仙、蟒仙,以及药仙画佗,她妈妈每个月初一十五都会上大贡、酒、肉、馒头、烧纸钱等。 她妈妈现在跟住台长法门学习已经一年了,想把红布请下来,请问该如何做?答,很麻烦的问题。 首先要是这是她自己的意愿,想要请下来,那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 如果她自己没这么说,而是你们秘书处去跟她说要请下来,那你们就惹事情了,类似见Q59。 记住,不要去叫人家请下来,人家想把祖宗请下来,你再告诉她每位祖宗要念二十一张小房子,让她慢慢念吧。 如果任何一个祖宗不开心的话,她家可能都会有事情。 对于蛇仙或是蟒仙的做法也是一样,东北人称他们为再加仙,也就是他们的祖宗在修炼后变成蛇精或蟒精。 再加仙也是很厉害的灵性,而且他们会变化,有些会对人造成伤害,但是有些负在人的身上也会帮到那个人很多。 再加仙。